大家好,我是Stan 一名自称是著名YouTuber的男性 在韓國慶祝的一家餐廳恐嚇 我會讓你的餐廳倒閉 對餐廳老闆進行辱罵與騷擾 之後還試圖報復報警的餐廳老闆 而讓韓國網友們都傻眼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影片 身穿花衆衫的這名男性 舉起手機對店內進行拍攝 這名男性在當地因為惹是非非 似乎有點明顯 將拍攝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 說要讓餐廳倒閉的這位YouTuber 是擁有700訂閱 700訂閱的著名YouTuber 700訂閱的著名YouTuber 據了解他曾被逮捕過三次 但是被釋放後也持續地對餐廳進行騷擾 在餐廳門口倒垃圾 又朝著老闆的臉扔花籃 然後也持續威脅老闆 我可是著名YouTuber 信不信我讓你的店倒閉 在這裡最傻眼的是 這位網紅 從來不會去騷擾連鎖店 只會去找個人經營的小餐廳 而且還都是女老闆的餐廳 一句話就是個渣渣 而就在前不久 這位男性就被警方緊急逮捕了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700訂閱 就算有700萬訂閱也不可以這樣 馬上就會被罵後走下坡 現在竟然700訂閱的小渣渣在這樣 真的是好傻眼 真正正常的YouTuber是不會這樣的 因為怕走下坡所以會非常小心 訂閱這個頻道的人也要公開姓名 對弱者犯罪的人要受到強烈懲罰 希望於據我已回损了自己公司 名秘為理由來提告她 如果是一位創作者的話 不應該是要創作一些讓大家快樂幸福有趣 或者是感到有益的影片嗎 就像DingQ一樣 總之 對於這些只瞄準小商家進行威脅騷擾的渣渣 真的應該要嚴厲懲罰 所以威脅小餐廳的自稱著名YouTuber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